大家好,欢迎来到小二微醺频道 本期节目我们将一同走进文学巨匠白居一笔下的爱与痛 通过长恨歌的赏息 让我们感受那段跨越千年的唐代爱情 揭示唐代皇帝与杨贵妃之间的爱情悲剧 感受那段爱情的悲壮与绵长 同时,领略诗与景的完美融合 长恨歌的写作缘起可追溯到白居一与他的朋友陈红 王志夫在元和元年冬十二月一起到仙游寺游玩的经历 据陈红所说 当时他们偶然间谈到了唐玄宗与杨贵妃的悲剧故事 这引发了他们的共鸣和感叹 激发了白居一创作这首诗的灵感 在那个寒冷的冬日 白居一与好友们一同前往仙游寺游玩 这座庙宇位于长安城的南部山区 环境清幽幻美 使他们放松心情 思考人生的理想之地 在寺庙的宁静氛围下 他们无拘无束地交流着各自的感慨和心得 在这次游玩中 他们不经意地谈及了唐玄宗与杨贵妃的爱情悲剧 这个故事曾经震撼整个帝国 成为了一个永恒的传说 唐玄宗为了追求杨贵妃的美色 不惜一切代价 包括荒废朝政和纵容腐败 而杨贵妃也因为她的美丽和才华 成为了皇帝宠爱的对象 然而 他们的爱情最终却被叛乱所断送 使得两个人都身陷困境 不得善终 当陈宏 王志夫和白居易谈及这段历史故事时 他们的心中涌起了深深的感慨 他们被唐玄宗与杨贵妃的爱情悲剧所触动 感叹命运的无常和爱情的脆弱 这个故事在他们心中掀起了强烈的共鸣 激发了白居易想要将这段悲剧转化为文字 建议表达对这段历史的追思和思考 回到寺庙后 白居易开始宁私并着手创作《长恨歌》 他用敏锐的观察力和独到的思考 将唐玄宗与杨贵妃的爱情 政治背景和社会动荡有机地融合在一起 他以诗人的眼光捕捉到了那段历史的痛苦和深情 将其化为动人的文字 白居易深知自己作为一位文人 拥有诗歌这样的媒介 可以通过文字表达内心的思想和感受 他希望通过创作《长恨歌》 将自己对唐玄宗与杨贵妃悲剧的理解与感受 传达给更多的人 引发共鸣和反思 在创作的过程中 白居易付出了巨大的努力 他深入研究了唐玄宗与杨贵妃的历史 阅读了相关的文献和传记 力求准确还原这段历史的细节和背景 他仔细思考每一个词句的用意和表达方式 力求将复杂的情感和意境 通过简洁而富有表现力的语言展现出来 《长恨歌》最终完成后 白居易将其呈给了陈红和王志夫 他们在阅读之后深受触动 纷纷表示赞赏和敬佩 陈红更是亲口告诉了后人这首诗的创作缘起 将白居易创作《长恨歌》的背景和灵感来源传承下来 《长恨歌》作为白居易的代表作之一 展示了他深邃的思想和才华横溢的诗歌表达能力 通过这首诗 他不仅展现了对历史的关注和追思 更通过对《唐玄宗》与杨贵妃的爱情悲剧的描绘 抒发了对人性 命运和爱情的思考和反思 至今《长恨歌》作为一首经典的爱情长诗 仍被广泛传送和研究 他不仅反映了唐玄宗与杨贵妃的悲剧爱情 更成为了中国古代文学中的一颗璀璨明珠 引领着人们对历史 情感和人性的思考 《长恨歌》是白居易所创作的一首长诗 是他以叙事手法抒发对唐玄宗与杨贵妃爱情悲剧的感慨和悼念之作 这首诗歌以白居易独特的笔触和深情的文字 描绘了唐玄宗与杨贵妃的爱情故事 同时也反映了安史之乱对两人爱情的摧毁 唐玄宗及李隆基 是唐朝的第九位皇帝 她是一位文艺爱好者 也是一位有着开明政治理念的君主 杨贵妃则是她的宠妃 因其美丽绝伦被选入后宫 成为唐玄宗的宠爱对象 二人相爱后 杨贵妃以其出众的才艺和聪明的头脑 逐渐在宫廷中崭露头脚 成为唐玄宗最得宠的女子 然而 这段美好的爱情故事 却被安史之乱所打破 安史之乱是唐朝历史上一场重大的叛乱 由安禄山和史思明领导的叛军 对唐朝进行了长时间的战争 这场叛乱导致了朝廷的动荡和社会的混乱 给整个国家带来了巨大的伤害 在安史之乱爆发之际 唐玄宗因过度沉溺于与杨贵妃的艳乐之中 忽视了朝政和军事 导致朝廷的腐败和军队的衰弱 安史之乱爆发后 唐玄宗的统治岌岌可危 他不得不紧急逃离京城 漂泊四方 在逃亡的过程中 唐玄宗和杨贵妃的爱情也遭受到了考验 他们经历了风雨飘摇的岁月 无论是战乱中的艰难困苦 还是流离失所的心酸 二人始终相互扶持 不离不弃 然而 他们的爱情终究无法抵挡命运的摧残 安史之乱的叛军最终攻入长安 唐玄宗被迫退位 杨贵妃也面临着生离死别的危险 在长安城破后 唐玄宗与杨贵妃被迫分离 唐玄宗被俘并被迫宣布杨贵妃的罪行 将他贬为庶人 并最终下令杨贵妃自尽 这场悲剧性的结局使得白居易深感唏嘘和悲愤 他通过《长恨歌》这首作品 表达了对唐玄宗与杨贵妃爱情的无尽惋惜 和对安史之乱所带来的灾难的愤怒 白居易以优美动人的词句 描绘了二人相知相爱 彼此依偎的情景 同时也揭示了他们的爱情 被他们自己的过失和历史的洪流所断送的无奈 在《长恨歌》中 白居易通过细腻的描写 展现了唐玄宗与杨贵妃之间的爱情之美和悲情 他描述了二人相见时的美丽场景 表达了杨贵妃的聪明才智和美丽动人的容颜 同时 他也描绘了唐玄宗对杨贵妃的宠爱和深情 表达了他们的相濡以沫 执子之手 与子偕老的决心 然而 白居易也没有回避安史之乱对二人爱情的毁灭性影响 他以动情的笔触描述了安史之乱的恶果 揭示了唐玄宗对政务的疏忽和纵欲的贪恋 导致了朝政的混乱和军队的衰败 最终使得二人的爱情无法抵挡悲剧的命运 《长恨歌》通过其深情的叙述和凄美的词句 让人们对唐玄宗与杨贵妃的爱情故事产生深深的触动和思考 这首诗不仅展现了两个人之间真挚的感情 也反映了历史的无情和个人命运的无奈 它成为了唐代文学中一首流传千古的经典之作 也成为了表达爱情悲剧的代表之一 这首诗歌不仅是对唐玄宗与杨贵妃个人爱情的悲叹 也是对整个时代动荡和政治腐败的批判 在创作《长恨歌》之前 白居易本人也亲身经历了安史之乱的动荡岁月 他亲眼目睹了战乱带来的死伤和破坏 深感国家的衰败和社会的苦难 因此 他对于安史之乱的记忆和感受贯穿了整首诗歌 白居易通过《长恨歌》这首诗歌 呈现了他对于唐玄宗与杨贵妃爱情的同情和痛心 他对唐玄宗沉溺于声色之中的行为表示不满和批评 同时也对杨贵妃的悲惨命运感到痛惜 他以细腻的描写和凄美的词句 展现了两个人在战乱中的相依相伴 以及最终被命运撕裂的悲剧结局 《长恨歌》中还融入了白居易对于整个时代的关切和反思 他通过描绘安史之乱对国家和社会的破坏 表达了对朝政腐败和统治者荒淫无道的愤慨 他以唐玄宗和杨贵妃的爱情悲剧为切入点 对于社会的黑暗和人性的脆弱进行了深刻的思考和批判 《长恨歌》以其深刻的情感和独特的艺术表达方式 成为了中国古代文学中的经典之作 他不仅表达了白居易个人的悲伤和思考 也触动了无数读者的心灵 他通过对爱情的追忆和对历史的反思 传递出对生命脆弱性和命运无常的思考 使得人们在感叹悲剧的同时 也反思人生的意义和价值 白居易的《长恨歌》以其深邃的内涵和情感的震撼 使得人们不仅被唐玄宗与杨贵妃的爱情所触动 也对整个时代的命运和历史的无情所引发的思考深感共鸣 通过描绘唐玄宗与杨贵妃的爱情悲剧 白居易不仅展示了个人情感的悲怅 也投射出对社会动荡和政治腐败的忧虑 在《安史之乱》中 唐玄宗与杨贵妃的爱情被自身的纵欲和政治上的疏忽所破坏 唐玄宗过度追求享乐与艳乐 忽视国家大势 导致朝政不堪 军队疲惫 他们的爱情最终成为了安史之乱的牺牲品 这种悲剧不仅在历史上发生过 也在当今社会中反复上演 人们往往因个人私欲而破坏了重要的事物 包括爱情 友谊和社会和谐 《长恨歌》也是对权力与爱情的冲突的探讨 唐玄宗作为皇帝 身负国家重任 却在爱情和政治之间犹豫不决 最终使得两者皆失 这引发了对于人性的思考 权力与爱情的对立和取舍 究竟该如何平衡与把握 此外 白居易通过《长恨歌》也反映了历史 对于个人命运的无情 在动荡的时代中 唐玄宗与杨贵妃的爱情被时势所破 最终以悲剧收场 这让人们思考命运的不可预测 和人生的脆弱性 即使有在深厚的爱情 也无法抵挡命运的摆布 总之 《长恨歌》以其深邃的思想和动人的叙述 展示了唐玄宗与杨贵妃爱情悲剧的背景 通过这首诗 白居易不仅表达了 对两人爱情的哀叹和对安史之乱的愤怒 也引发了对个人与历史 权力与爱情 命运与人生意义的深入思考 这使得《长恨歌》成为了一部永恒的文学经典 引领人们在艺术中思索人生的意义和价值 我读一下原文 汉黄众色思倾国 欲语多年求不得 杨家由你出掌成 杨在深归人未时 天生励志难自弃 一朝选在君王册 回眸一笑百媚生 六宫粉黛无颜色 春寒赐玉华清池 温泉水华喜凝之 适而浮起焦无力 适适兴成恩泽石 云并花颜金不遥 芙蓉丈暖度春宵 春宵苦短日高起 从此君王不早朝 成欢是艳无闲暇 春从春游业专业 后宫家立三千人 三千宠爱在一身 金屋装成焦事业 玉楼燕霸醉和春 姊妹弟兄皆猎土 可怜光彩生门户 遂令天下父母心 不重生男重生女 离宫高处入青云 鲜月风飘处处闻 缓歌满舞宁思竹 近日君王看不足 鱼羊皮股动地来 惊破霓裳与衣曲 九重城雀烟尘生 千盛万计西南行 翠华摇摇行腹指 西出都门百余里 六君不发无奈何 婉转峨眉马前死 花殿尾地无人收 翠翘金雀欲骚头 君王掩面就不得 回看血泪香河流 黄埃散漫风萧锁 云战盈玉登剑阁 峨眉山下少人行 惊其无光日色薄 蜀江水避蜀山清 圣主昭昭暮暮情 行宫渐月伤心色 夜雨闻灵长断生 天玄地转回龙玉 到此惆怅不能去 马为泼下泥土中 不见欲言空死处 君臣相顾尽瞻一 东望都闷信马归 归来持愿皆依旧 太夜芙蓉未央柳 芙蓉如面柳如眉 对此如何不泪垂 春风桃里花开日 秋雨梧桐叶落实 西宫南内多秋草 落叶满街红不扫 梨园弟子白发心 焦房阿间青鹅老 西殿迎非思巧然 孤灯挑尽未成眠 迟迟中古出场夜 耿耿星河欲蜀天 鸳鸯瓦冷双华众 翡翠清寒谁与共 悠悠生死别经年 魂魄不曾来入梦 林琼道是洪都客 能以京城至魂魄 未敢君王辗转思 遂教方是阴勤密 排空玉气奔如电 升天入地求之便 上穷碧落下黄泉 两处茫茫皆不见 忽闻海上有仙山 山在虚无缥缈间 楼阁玲珑五云起 其中绰越多仙子 终有一人自太真 雪敷花冒参次世 金雀西乡寇玉胸 转交小玉报双城 闻到汉家天子史 九华仗里梦魂惊 懒衣推枕起徘徊 朱伯银瓶已离开 云并半偏心睡觉 花冠不整下堂来 风吹鲜媚飘飘举 游似霓裳与衣舞 玉蓉寂墨泪栏杆 梨花一枝春带雨 寒情宁帝谢君王 一别殷容两渺茫 朝阳殿里恩爱绝 蓬来宫中日月长 回头下望人寰处 不见长安见尘物 唯将旧物表申请 殿和金钗即将去 拆留一股和一扇 拆破黄金和分殿 但叫心似金殿间 天上人间会相见 临别殷勤重祭词 词中有事两心之 七月七日常生殿 夜半无人思雨时 在天愿作彼翼鸟 在地愿为连里之 天长地久有时尽 此恨绵绵无绝期 大义是 唐朝时期 汉皇为了心爱的女子而忧愁 多年来一直无法得到她 杨家有一位女子渐渐长大 被养在深归中 没有人认识她 她天生美丽 不愿自弃 有一天被选为君王身边的宠妃 她回过头一笑 妩媚动人 六宫嫔妃都失色了 春天寒冷时 她被赐予华青池的御燕 温泉水华洗去她脸上的妆粉 是从浮起她娇弱无力的身子 这是她新得到皇帝宠幸的时候 她的云鬓如花 容颜如金 步履优雅 在芙蓉帐篷中温暖地度过春宵 春宵虽然短暂 太阳升起后 君王再也不早朝了 陪伴宴会的时间越来越少 春天只有她独自夜游 后宫家里三千人 但她独占三千宠爱 金屋里打扮娇宴 宴会结束后最倒在春天里 她的姐妹兄弟都成为地方官员 可怜她一个人光彩照亮着皇宫 这样的情况让天下的父母都心生感慨 重男轻女的观念开始改变 她住在高处的离宫中 鲜乐随风飘扬 到处都能听到 她优雅地唱着舞曲 丝竹乐器奏响 一整天君王都看不够 鱼羊屁股震动大地 震破了演奏霓裳雨衣曲的雨衣 九重宫阙充满烟尘 千圣万计西南行 她的华服在风中飘摇 一直走到都门外摆雨里 六军不发无奈何 绕着峨眉的马匹倒下死去 花殿掉在地上无人捡起 翠翘的金雀抓乱了头发 君王眼面就不了她 回头看着血泪交流 黄色的尘土漫天飞扬 云梯曲折攀 峨眉山下鲜有人行 惊奇不再闪耀 白天变得暗淡 蜀江的水碧绿 蜀山的青涩 君王对此情有独钟 朝朝暮暮 在航空中看到月亮 心中伤感之情溢于眼表 夜晚听到雨声 肠子都快断了 天地旋转 龙的威严重新恢复 但此时她却迟疑不决 无法离去 在马维泼的泥土下 找不到她美丽的容颜 只剩空洞的死亡 君臣们相互凝望 彼此的衣袍上都沾满泥土 向东望朝着都门 信马归来 回到池院 一切依旧 太叶池中的芙蓉海未凋谢 柳树依然阿挪多姿 芙蓉花如面庞 柳树如眉帽 对于这一切 怎能不流泪 春风中桃里花开 秋雨时五桶叶雕落 西宫和南内都是一片秋草 落叶满街台 红色无人清扫 细缘的弟子已经白发苍苍 宫中的侍女也年迈不再年轻 黄昏的殿雨里 萤火飞舞 思念沉重而安静 孤灯闪烁 未入梦境 钟声和鼓声逐渐变得悠长 星河苍茫 天降破晓 瓦冷鸳鸯 双滑压重 翡翠的被褥冰冷 无人与之共享 漫长的岁月里 生死别离已经经历了很多年 灵魂未曾入梦中 来到林琼的道士是洪都客 他已真诚感动了他的灵魂 为了感动君王 他教授方式殷勤寻找他的灵魂 驾驭气息飞驰如电 上天下地无所不至 寻找变了天地 上穷碧落下黄泉 两个地方一片茫茫 都无法见到他的踪影 突然听说海上有一座仙山 山在虚无缥缈的间隙中 楼阁高耸 五彩云雾升起 其中有许多美丽的仙子 其中一位名叫太真 他皮肤如雪 容貌如花 美丽无比 经典的西乡敲响玉门 于是小玉前去通报君王 听说汉家天子派人来了 九华帐中的梦魂惊动 他隆一推枕 不安地徘徊 朱博银瓶缓缓缓展开 云瓶已经半偏 刚从睡梦中醒来 花冠还没整齐就走下膛来 风吹动仙媚翩翩起舞 犹如霓裳雨衣飘逸舞动 玉蓉寂寞 泪水滴下 像一只带着春雨的梨花 凝视着君王 目送离别 阴容渐行渐远 变得模糊不清 在朝阳殿里 爱意已经消失 蓬莱宫中日月长久 回头望向人世间 不再见长安的晨悟 只将旧物表达深情 用电荷金钗寄托思念 钗上留下一缕发丝 钗分开黄金 合并电 只要心向金电一般坚定 那么在天上人间终会相见 临别时殷勤地寄去词语 词中包含着誓言 两颗心互相理解 七月七日的长生殿 在夜半无人时思语 愿我们成为天上的比翼鸟 愿我们成为地上连里之 天长地久终有尽 但这份爱恨却无止境